下完飞机找到租书公司就开到酒店 酒店周克更喜欢酒店的游泳池 沙滩上的人不是太多,但是沙滩很大 所以太轻了,绝对是世界顶级的海滩 超级棒 中午我们在附近随便找了一家墨西哥海餐 海鲜大餐,一条炸大鱼 价钱挺贵的,跟三万四的价钱差不多 所以不能说是很便宜 第二天我们去了Carmen 酒店的门口就是海滩 第二天凌晨十一点就跑上去小岛Cosmel 在船上看到了日出 在海鲨上面吃到了 一些鱼鱼头 比不上三万四的鱼鱼头 然后岛上的TACO超级好吃 就是不同级别的TACO 然后第二天又是在日出的 上全回去 然后第四天我们去了Sauha 我玩水 第五天我们去了Tulong 参观了Tulong的古迟 在我们门口的时候我们也买了船票 出海 这个就是最出名的海滩 住在古迹的后面 我们有点担心后面的黑云越来越多 结果我们就铺天大雨 果然是个热带地方 终于我们可以出海了 这个水虽然算是阴天 一样是很美很轻 我们还可以下水去潜水 这个水太漂亮了 虽然没有蓝天 一样很漂亮 第六天我们去了Cobal 跟Chicken Issa 我们还可以爬上古迹 是很难的事情 就上去还OK 下来还是太陡了 很危险 我们还可以在森林里面骑单车 去玩银沙塔的时候 就很高兴可以到地下游泳里面游泳 就凉快很多 我们有专业人士可以Free Dive 这水清的像空气一样 就有些我们专业人士会测水 大家看有没有什么宝藏什么的 因为我听说古之后 马亚人喜欢把那些宝物啊 或者什么寄生东西 扔到水里面 就看到我 看到我自己的影子 在水上面 在水里面 我看这个地方 我看你的水面 是很多人 在水里面 不如你 你 我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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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然后我们去了另外一个神兜铁 结果发现我们这个水不是海影机 所以我们就没有游泳 今天里面拍了一张照 这是最出名的 然后终于到我们的那天最重要的 ChickenEase 这个金兜塔是果然很有气派 是现在世界奇迹的七大骑士之一 这个金兜塔绝对是霸气十足 这是球场 独立我们想摸到的树 我们这鼓劲还可以晚上也有个秀 我们可以看到白天的 然后也看到晚上的 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第七天我们要回去看空了 在路上我们又去了最后一个神兜铁 这就绝对像是水连洞的感觉 这个水绝对没有我们第一个神兜铁那么清 它是还OK 小时人太多了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到天库的夜店 都够够帮了 我现在就会看到我们下雨了 我们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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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结束 2019 我们来到了2020年